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第一首歌 徐美靖演唱的《都是夜归人》 1974年 生于新加坡大巴窑 也在这里长大 在歌坛被称为小王妃的徐美靖 他原名叫徐美凤 毕业于裴青学校跟东巴窑中学 1992年 参加新加坡悬美比赛 以清新脱俗的外形 还有典雅的气质脱颖而出 荣获了友谊小姐跟最上镜头小姐奖 随后在1993年 徐美靖又参加了新加坡 寻找巨星歌唱比赛 不仅一鸣惊人 并且和佳和唱片签约 摇身一变就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1994年佳和唱片为徐美靖 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 在新马地区创下了好成绩 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 一直开始注意到的徐美靖 滚石唱片的音乐教父李宗盛 力邀徐美靖加盟滚石唱片 不过向来念旧的徐美靖 为了与成功打造他的制作人陈嘉明 合作共识毅然拒绝了滚石唱片的邀约 选择加盟陈嘉明任职的上华唱片 1996年6月跟12月上华唱片 为接连为徐美靖连出两张专辑 遗憾跟都是夜归人 使得徐美靖真正乐商的巨星系列 那遗憾是徐美靖第一张 进军台湾市场的专辑 在台湾创下了60万张的销量 主打歌遗憾跟城里的月光 在各地都是管为传唱 那徐美靖的第二张专辑 都是夜归人 在台湾也销售超过55万张 1996年连续发行这两张专辑 也都在亚洲销售超过200万张 遗憾更是超过了250万张 那1997年徐美靖就转战香港粤语歌市场 与粤语歌《明知故犯》还有《清晨》 这两首广东歌曲 成功打进了香港跟东南亚市场 两首歌都收入于精选集 《静听精彩》13首 那这是一首精选集 那在当时在香港占据了 排行榜的冠军长达三周 在香港销售也超过20万 那已经是当时香港天王天后的成绩了 那在新加坡的销量其实也超过10万 1997年底 徐美靖在台湾发行了 第四张国语专辑《蔓延》 虽然这张专辑在台湾卖出20万张 成绩也算是不熟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达到前两张那样的销量了 1998年徐美靖要来台湾开演唱会时 忽然传出被台湾海关拒绝入境 理由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行文内政部警政署 就是出入境管理局 说徐美靖曾经在台南市非法工作 因此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以致被台湾的海关拒绝入境 在台湾的歌唱视野就遭到了重挫 那徐美靖无法来到台湾 只好转向其他地区发展 在香港跟东南亚发行的全粤语专辑《好美靖》 那偶尔也到中国去演唱 其余时间就经常在外地旅游 那因此被传媒就推测说是隐居 另外一方面徐美靖也因为他要求 只能与陈嘉明共事 传出了徐美靖好像单恋有妇之夫 那这些绯闻其实都没有经过证实了 1999年台湾海关的入境管制结束之后 徐美靖就还是回到台湾市场 那发行了第五张专辑《快乐无罪》 在台湾其实也销售量也超过25万了 这个算是不错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徐美靖也在这一年 与上华约满之后 公司为他发行了国语精选集 并且收入一首《新歌你抽的烟》 因为配合当时中式花系列聚集的热播 在台创下了近50万的销量 让原本就是约满就不打算 再跟徐美靖续约的上华账片 又以高额的签约金 就是跟徐美靖续约 2000年在为徐美靖发行了 国语专辑《靖电》 那这张专辑是主打电子风格 与以往徐美靖的这个曲风完全不同 但是也就在发行《靖电》这张专辑之后 徐美靖因为感情跟精神状况 越来越失控 逐渐就是退隐于演艺圈 2006年6月22号晚上 徐美靖在新加坡滨海城的六星集 立家饭店 那跟着陌生人进入酒店房间 然后那个叩头 并且高喊Call me God 那因为动机不明 当场被警方怀疑是精神异常 就把他徐美靖逮捕了 留在这个心理卫生学院观察 那6月28号传媒就报导指出 徐美靖已经被列为 情况严重的病人 就是只准家属探望 但是这个传播媒体 没有目睹徐美靖的出现 那后来询问这些 就是台湾的同事们 同年3月见面的时候 有没有异样 那同事们是说没有 到了7月20号 有消息就指出 徐美靖已经被医生证实 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因此警方也撤销了 对他的公告 那徐美靖后来病情稳定之后出院 也开记者会说明状况 并且跟好友美法师 颜天发等人的疏导之下决定要付出歌台 徐美靖的新专辑 仍然坚持要找绯闻对象 陈嘉明担任制作人 因为徐美靖他强调说 我喜欢跟他合作 他会接受别人的意见 而且了解我的音乐风格跟市场口味 那徐美靖也再次重申 他跟陈嘉明只是音乐上的欣赏 并且对于大闹酒店事件 让大家关注他跟陈嘉明的绯闻 但是陈嘉明却没有站出来说明 徐美靖仍然替陈嘉明开脱 他说当时陈嘉明不站出来 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 那以免这个事情越演越大 那2019年的8月间有歌名发现 徐美靖已经出现在新加坡乌节路 当这个街头艺人 同时还控诉家人跟经纪人陈嘉明 就是讲说他们这些人为了夺家产 硬把他送去这个板桥医院治疗 就是精神病院治疗 并且说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那9月6号当地媒体报导 徐美靖表示说自己并不是在卖畅 也没有精神状况不好 只是因为已经停用了这些社交网络服务 而选择直接在路边 那想要跟朋友求助 那并且让大家知道这个很长的故事 那并且他也解释说 他是因为这个独自工作而不安 加上长期工作疲累 那娱乐圈跟他这个个性不和 所以他选择退出 但是近来他偶然 偶尔还是会到中国大陆去演唱 那个邀约 那徐美靖本人他是非常的低调 性格也是偏向那种内向忧郁的 那这二十多年来 他因为精神状况而影响的事业 真的非常可惜 还好他曾经 他为我们大家留下了这些美好的音乐 我们只要记得这些也就够了